走進這片貴族森林中 彷彿將世界隔絕在外 巴小玉 我等不及想要揭開 隱藏在深山中奢華溫泉 度假村的神秘麵紗呢 我愛你太天氣了 來到越南市就可以看到 我們非常漂亮的庭院 就可以很舒適的在這邊做休息 諾大又氣派的大廳 挑高的空間設計 好像到美術館一樣 另外旁邊的越南市 也是寬敞無比 讓旅客稍作休息 享受悠閒寧靜的時光 還有這明亮的落地窗 陽光灑在室內 不僅舒適合一 再搭配上迎賓的小點心 真的是一段悠哉的午後時光 彥均哥跟你說 這邊也非常大氣 我們越南市的點心 茶 咖啡 都是24小時免費供應 還有書籍也是能借回房間看的 接著我們再去逛逛 奢華的水資庭園吧 太美了吧 小橋流水 有什麼感覺 好像在童話故事裡面的感覺 對 我覺得第一次來這邊的人 很容易落海海 為什麼 因為你會太驚訝 就是這樣 整個過程都這樣 他們這邊 他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打破 就是對旅遊的觀念 就是飯店跟你的關係 因為一般來說 很多人到一個地方去旅遊 飯店可能就是晚上 就是他睡覺的時候 才會在飯店 可是他們這邊就希望說 竟然這邊可以好好的 24小時在這邊好好的生活 所以這邊是不是會安排 你們會安排一些課程 行程這樣子 我們在館內的話 會有三到四個的魅力活動 那就是可以讓我們住宿的 貴婷來做體驗 好 小玉 不只你會驚嚇到吊野海 我真心覺得 我也會變成劉姥姥 這簡直就是 與世隔絕的桃花園嘛 而且在這綠意讓人的 庭園中漫步 仿佛時間都靜止了 還有波光零零的 山泉水泳池 而且到秋冬的時候 泳池還會加熱成溫水 就是要給旅客 冰至如歸的寵愛 那過了泳池呢 我們這邊有我們的吧台 對 那從早上10點 到晚上7點 我們這邊都有提供 就是飲品 有茶 或者是運動飲料 分椰子水 氣泡水這邊都有 你說的提供飲品 是說我想要來拿 就可以來拿 是的 沒有錯 對 那就跟我們服務人員說 是自由的 對 跟我們服務人員說 你這樣這對他來說 有多開心嗎 真的嗎 對 你小心 他答會一直在找你 怎麼會這麼貼心 在泳池旁設置小吧台 讓旅客隨時可以補充水分 這寵愛的氛圍 讓我越來越 期待房間的樣子了 好 我們裡面請 好 我們需要穿拖鞋嗎 可以穿拖鞋 沒關係 我這樣就好了 好的 沒問題 原來發育 怎麼樣 好漂亮 這個不是一般的地堂 它是軟的 它是有點像泡棉的感覺 但是它有點紮實感的感覺 所以這是三日光浴群 這是軟的 這是軟的 好軟喔 對不起 你不要叫我 好像沒有來過大冠軍的感覺 我還真的沒有來過 OK 那我們可以躺在這邊 就很像記憶整的那種軟度 我都不會是硬的 然後就可以欣賞 我們這邊古關的山景 然後就非常放鬆 你站在這邊不要走嗎 等一下 你怎麼沒有電視 對 我們全館都是沒有電視的 是嗎 對 因為我們紅杏諾亞的話 主要就是希望在這邊的客人 可以遠離現在來乘燒 看一下那個 看一下他們的床鋪 所以床鋪的設計 整個也是面向這一個 不管你躺在前面 還是躺在床上 舒服嗎 這是KING SIZE DOUBLE KING SIZE的床 對 是 特別大 躺在這床上 讓我有種被雲朵包覆的感覺 好捨不得起來 不只是床舒適 就連寬敞的房間 也讓人不會有壓迫感 而且外面的山景如濕如化 讓人身心靈都得到了捷徑 那這些的話 我們樓下也有一個廁所 在這邊 樓下好大喔 是 這邊也有一個廁所 所以就是如果跟女朋友 男朋友 或者去跟老婆老公來的話 就不用怕有搶廁所的問題 是 是 多想上廁所 那這邊它有一個 Hanami的休息區 哇 這裡好棒喔 哇 太漂亮了 這個太漂亮了吧 我的天啊 很花 是 那外面的話 就是我們的泡湯室 那我們這邊的湯 有俗生美人之湯喔 欸 可是我發現 你們這個水是滿的 它這個水 是 因為我們這邊的溫泉 這個水也要好嗎 我們的溫泉是 24小時 不循環 不回收的溫泉 是這樣子的 對 所以我們的溫泉 是從源泉 直接過來到我們房間 但我們泡完之後 它就會直接流掉 沒想到在房間 竟然也能感受到天然的溫泉 還有舒適的 榻榻米休息區 我想一輩子待在這裡了 介紹完房間後 再送上 晶瑩透明的 迎賓點心水 饅頭 裡面包裹著 濃郁清甜的百香果泥 完全不膩口 最後直接讓住客 在房間check in 真的有給人 寵愛自己的待遇 走 八八小玉 我們去泡溫泉之前 還有溫泉達人分享泡湯知識 及伸展操 讓我們在溫泉中活絡筋骨 讓血液更能夠循環 還會有烏龍 女神 羊肝三種茶飲 在泡溫泉期間提供 這邊很幸福 就是你來這邊泡溫泉之前 老師還幫我們上課 在溫泉裡面 可以做哪些伸展操 還有這一招 還有剪刀 石頭布 剪刀 石頭布 舒服 飯店貼心的 不規則的湯匙設計 讓不習慣裸湯的台灣人 可以有小小的私人空間 之後再到桑拿房 能幫助新陳代謝 真的是好久沒有 這麼放鬆的感覺 不知道八月享受得如何 在這鳥語花香之中 享受溫泉的舒適 讓人愜意到忘了時間的流逝 泡完湯後 還能喝到從日本空運直送的 富士山泉水 真是尊榮的待遇 八小玉我們就坐在外面的 發呆亭看看樹廳 纏纏的流水聲 享受片刻寧靜的時光 等待晚餐吧 來到森林裡面來了 我好喜歡這個設計 它這麼的開放 然後它充滿了一種香氛氣息 而且你看到它的拉筆 跟大自然有沒有 完全沒有任何的距離 就要再來南投魚池 不往日月潭 我們往森林走 就會發現這間 與大自然結合的超夯民宿 聽說要訂它 可能要一年前就要開始準備了 到底是什麼原因那麼搶手 趕快來看看 我們先看看環境好了 我們先合啊 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這個環境這麼難避 我們的客人可以製作 飲品下午茶 可以做這個麵包 自己做嘛 對啊 我們麵糊都調好了 然後這邊有些步驟 然後也可以自己玩 是一種DIY的樂趣 難怪我竟然就聞到一股香氣 然後這邊有一些飲品 還有我們自己烘的咖啡 然後還有紅茶 紅茶四次樂壇有名的 台場18號 哇 還有這邊有這個 小朋友可以玩的桌遊 對 還有一些玩具 都可以見為房間要玩 哇 燕麗游泳池好棒喔 哇 因為其實我們節目開播的時候 大概四五月的時候 對 其實因為我們就拍了 他們另外一間相關的民宿 對 然後我就開始搜尋這一家 是 然後我就發現它的訂房的滿房狀態 是一直到年底 所以要不是我們要來拍攝 我真的是住不到 真的不誇張 實際來到這才知道 這麼難訂不是沒有原因的喔 民宿整體建築是以原木打造 徹底融入大自然 並且在設計時 加入大面的太陽能板 實踐了綠建築的概念 讓我們越來越期待房間了 來 我帶你們到房間看看 坐電梯啊 對 有電梯喔 民宿有電梯耶 哇 哇 跟什麼 比較方便一點 跟老人家跟小朋友 還有拿行李的人 對 對對對 來 吃一起 好 彥均哥這個view 怎麼辦 我等一下覺得它就很高山鎮的感覺 好 頭暈 好漂亮喔 太漂亮了啦 這邊是日出的方向 我們早餐也在這邊吃喔 就是這個方向 東邊 早餐不用吃啊 吃這個景就好了啊 可以 可以 太舒服了 現在可以知道為什麼它那麼能訂得到你了嗎 我了解了 不是隨隨便便的 好舒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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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一直住在這兒 它把你對家的那種想像 對 整個呈現實體的出來耶 對 然後就是它這邊只有叢林鳥叫 陪著我們 我們人追求到後面最想料的生活就是這麼 回歸原始 我現在... 我現在有想脫衣服的衝動是正常的嗎 可以啊 我想跟大家如何一體是正常的嗎 很好 真的嗎 很好 妳脫一件 我脫一件 好啦 開房間了啦 去開房間了啦 好 來 其實我從這邊已經看到了 這是你們的房間 這個是我們的房間 對 對 有天窗可以看清楚 它可以有後天窗看清楚 天啊 這裡跟大自然幾乎是 零距離 零死角 處處都能被森林環抱 聽說等等要看的房間 不只有山巒美景 還有一個大亮點可以看喔 正當你以為人生 不能在更美好的時候 它有給你更高級的狀況 只有原森林可以突破原森林 不得了的 整片的落地窗 讓你完全的 對這邊的景觀一覽無遺的感覺 好喜歡喔 喜歡喔 我也好喜歡 先深呼吸一下 而且你看喔 我們這邊睡覺的地方 抬頭上面還有關心的窗戶 這個是什麼星空房嗎 星空房 舒服嗎 星空就是我的棉被 沒錯 舒服 而且外面這邊還有一個 大地就是我的床 小的陽台 這個床間應該就是 一直滿房的狀態 謝謝 超高 我們可以看到茶園 我們的日月台紅茶 產地 那這邊就是太陽人發電 其實有時候安靜下來 讓自己的內心跟自己講話 那你今天可以在這邊 我的意思不是我要睡這邊 我要睡裡面 在這邊 留給你了 你很懂他的邏輯耶 他就是要睡覺 有在看我們節目 那麻煩你拿一個 比較不怕髒的被子 OK 再去幫他鋪一個床 可以啊 這裡很大 你給我雨 要不然我怕明天露水 會太濕 對不對 我們還有一間也是非常棒 要不要去看 要 也是替你們留的 謝謝 大片的落地窗 將整片山景給收藏起來 而這間房間最大的亮點 當然就是躺在床上 就可以看星星了 聽說這種新工房 整間民宿只有兩間 還好我們這次有訂到 彥均哥 這裡還有浴缸 可以看山景邊泡澡耶 還有尤其是特產 紅茶可以喝 這些晚上我都預訂了 你不要搶 沒關係 引結說其他房間也不錯 來 這邊請 這個LED燈牆 你有沒有發現怎麼了 我剛好要問 問哪個奇怪的地方 我也想這邊有光 那光從哪裡來 然後這邊也有光 這邊也有光 光從哪裡來 是透外面的嗎 這是透在裡面的嗎 對 它是LED發電牆 就是裡面有LED燈條 我們埋在裡面 那就是運用我們的太陽能板 對 它的電力 請進 這邊應該一間 這是一間房 這是一間房 哇 這裡有一張 有 這裡有一張床 這是四人房型 然後這邊還有 對 這邊還有 可以看日出 哇 下面就是游泳池了 對 睜開眼睛就可以看日出 對 日本不需要電視機啦 你每天起來就是看這個view就好啦 對耶 這邊沒有電視機耶 對不對 看view就好了 看view就好了 有一個小陽拍 有一個小陽拍 我們這邊溫度都滿涼爽的 空氣也很好 而且你永遠都在跟大自然接觸 這個設計師是誰啊 好厲害喔 就我們自己家人自己設計 你們自己設計 大圓哥設計這樣 是… 大魚哥大圓嫂兩個 好棒 超棒 非常喜歡 電動外遮陽 所以它可以這樣合起來的 可以… 牆壁上有一個控制按鈕 你們可以自己控制 來這裡真的不需要電視 只要看外頭的景色就夠了 而且這裡的每一個房間 幾乎都有大面的落地窗 讓你感受到 被森林包圍的愜意時光 不過說著說著 我怎麼聞到一股很香的味道啊 怎麼有麵包啊 為什麼有麵包 就為了早餐啊 早餐 對 我們跟客人分享 我們自己做的跟吃麵包 這個是自己做的 對 你現在是外面專業的 然後背房在做的耶 哇塞 好 你們喜歡喔 這有在賣嗎 沒有 背賣品 為了我們的客人準備 背賣品 那我就直接拿囉 沒有 因為妳有賣 你明天早上就有的吃 你盡量吃 我沒辦法等耶 真的就跟彥均 跟你開場說的一樣 這裡不只房間 好景色好服務也很好 竟然連麵包都是自己做的 咖啡豆也是自己烘 我不想離開這裡啦 我可以看到月亮耶 好酷喔 真的超舒服的啦 這落地窗開出去 我覺得每盞燈都好清楚 還有星星可以看耶 好捨不得天料 天料我們就要離開這名書了 我捨不得閉眼睛睡覺了 下次來不知道什麼時候了 好大片的窗喔 它有一股原木的香氣 對 對不對 好舒服喔 哇塞 兩大床耶 那是浴缸車裡面還外面 這是反光嗎 沒有浴缸車在外面耶 這是洗澡 這是室外耶 對 然後它這裡還有一個灶景耶 對啊 這個灶景水是可以放掉的耶 我覺得他們很敢用空間耶 超好擠的耶 因為大部分住的飯店 對 都會盡可能的把空間做 就是擺東西或什麼 它這上面還有這個窗簾可以弄一下 它這樣坪數加起來 這一間超大 我們去問一下好了 我們這個房間是幾坪啊 這個一間房間是幾 26坪 26坪 好大 26坪 可能就是一個人家的坪數了耶 這床也好大喔 好舒服喔 這個 這個飯店堪稱是 人生必住的飯店之一 他們說是十大必住的 十大必住飯店之一 台灣十大必住對不對 一進房間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是十大必住飯店啦 暗色系跟木質色調 真的讓人很放鬆耶 再加上有質感的空間設計 好想帶我兒子來喔 這裡真的是應有盡有啊 連防蚊葉都有準備 聽說運動飲料是特別提供 給來這邊健行的住客的 還有迎賓水果好貼心啊 其實你看我們這樣洗澡啊 這樣子 因為太肥在實力都綽綽有一點 你根本還沒用到耶 對啊 我還要用啊 好 意大利的品牌 在雲林意見意大利 你怎麼可以這麼自然的 這樣小氣啊 對啊 怎麼會呢 欸彥均客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常一起洗澡 你應該是我輸了 我老公跟婆子之外 最常一起洗澡的男人了 沒有 人家講清楚是劇情裡面 平常我們都分開洗澡 平常我們都分開洗澡 平常外景都分開洗澡 可是像這樣的設計其實很適合 對啊 超棒的啊 大人跟小孩一起 而且外面 外面就是森林耶 好棒喔 在大自然裡面淋浴的感覺 好舒服喔 好舒服 先想順便洗澡 然後等一下就可以收工 就睡覺了吧 對啊 補你... 我沒辦法 別別... 我被帶... 心裡的後面這樣 好 小心不要擦澡 好 對... 那個把它擦澡喔 現在好舒服喔 好舒服喔 等一下... 他在幫你衝... 衝那個身體 對... 這裡半露天的泡澡環境 真的讓人很舒服 巴小玉啊 你舒服的表達方式 真的跟一般人不一樣 小心脖子扭到啦 二... 我先去睡啦 彥均哥 起床啦 我剛剛去餐廳走了一圈 他們的早餐好像很厲害耶 當然耶 在吃早餐之前呢 你先看外面 是不是有人要舉辦婚禮啊 在這邊拜也太幸福了吧 唉... 彥均哥我們等下輩子吧 快來吃早餐 早 舒服... 你覺得早餐好豐盛喔 對啊 昨天睡得有夠好的 有夠好 昨天應該創下我外景以來 最早睡著的一天 10點... 26分我就睡著了 基本上拍得很順利 而且我今天睡到 6點就起床了 就比有人早 已經開始過老兵的生活了 我覺得這樣很健康 對啊 而且我們吃早餐的地方 這個地方非常舒服對不對 對 它整個環境都是清水魔 清水魔那種感覺 簡單 非常舒服 然後我覺得它早餐很棒 所以它融合一些雲林 在地 在地的特色 像是他們的這個筍 筍子 筍子他們在地的特產 然後現在正常的就是貴族筍 所以他們現在吃這個最新鮮 然後這邊還有那個 濕木魚湯包 濕木魚湯包 吃一下 好香喔 而且它裡面 它裡面那個濕木魚湯包 它的那個內餡 這麼大一塊 這麼大一塊 咬下去的時候 還會噴汁出來 特別挑高過了餐廳 讓人用餐起來很慌鬆 而且菜色也是沒有在馬虎都有 除了牛奶之外 還有現打的純度百分百百香果汁 食材的健康都是看得到低 如果是散客來住的話 也會有一人一份的九宮格早餐 可以享用喔 這個飯店因為講到陽明山泡湯 大家一定會想到這一家 它是整個陽明山占地最大 而且也是全台灣 最大 最大的溫泉風呂 溫泉風呂 對 它光是露天湯就有2000坪耶 2000坪 超大 露天湯有露天湯 還好嗎 露天湯有2000坪 對 媽呀 太大了 然後它選擇 22種選擇 彥均哥 抱歉啦 規模這麼大的溫泉酒店 讓您老人家受驚惱 我還以為我聽錯了 這間位於陽明山上的溫泉酒店 光是溫泉風呂就這麼大 難怪大家都說來陽明山泡湯 都會第一個想到它 沒有錯 而且它的房間也很有特色喔 而且它這裡很多不同風格的房型 像我們現在在這次歐風館 歐風 他們還有和風館 然後還有一個是精品館 精品館是獨棟 聽說我們這個會很適合爸爸媽媽 真的嗎 它只能是藍白香精的 是天空比大海的感覺就對了 它是那個啊 像船 你是船員一樣 很像船員的感覺 好可愛 這個是不是那個啊 就是爬階梯上去的那個 就是上面有瞭望台 就是上面拿一個那個 好可愛喔 然後這是一個小船耶 這樣子這樣子 對 然後這個椅子 這個沙發是個小船耶 對啊 好酷 然後這個是那個 船的那個窗戶 好棒喔 這個床最好了 讓爸媽的知道 就是小孩很容易睡一睡就滾下去 對 所以這種床就是爸媽媽可以一覺到天亮 這個床 而且怎麼 這個 還有搖桿耶 好棒喔 超棒的 我喜歡它的風格耶 你看你看連上面這個都很一致 它連那個上面都是弄成指南針的 都藍西北 對 好酷喔 航海家的感覺 這邊也是 你看那個牆 這個牆不是平的耶 好酷喔 我覺得它很用心 很用心耶 非常用心 不是 它有很多小細節 而且你看這上面有像那個 你在潛水艇裡面 潛水艇裡面 然後看著外面 外面有小丑魚 小朋友來到這裡一定會瘋狂 超同趣的海軍風設器 處處都充滿巧思 而且每一個房間都有準備浴衣 等等就可以穿去泡湯囉 除了主題房 這裡也有典雅的客房 透過光影呈現月色灑在陽明山上的景致 超有味道的 在房間內就可以泡湯的和風房型 也很不錯啦 但八小玉我已經等不起 要去泡全台灣最大的溫泉風呂了 全台灣最大的溫泉的會館 對不對 兩天多瓶 22種湯給你選擇 因為他們這邊是什麼泉 白流溫泉 這種白色的硫磺泉質 是北投陽明山這一代的特色 又稱白黃泉 我們趕快來泡看看 這是真的滿高溫的耶 對 可是我覺得它的這個 你看它那個泉質的顏色 對 非常的像你在電影裡面 看到那種貴妃啊 貴妃出獄的感覺 對 然後上面放玫瑰花瓣 玫瑰花瓣的感覺 你會覺得一泡湯之後 整個一整天的壓力 全部解鎖嗎 對 你可以理解 為什麼那麼多人愛泡湯 在山林環抱的 露天風呂中泡湯 今天一整天的疲憊感 都消失無蹤了 我已經不想起來了 喂 八小玉 這裡這麼大 當然要多泡一點才過癮啊 聽說不只有戶外湯 室內還有耶 好舒服 這裡居然有鹽排月耶 你明天早吃早餐 再來叫我好不好 可以在那邊睡覺 你知道剛剛我們躺上來的時候 他不知道下面要附浴巾 然後他整個人肉身主動那個時候 而且你知道嗎 我就是一個 我就是一個逆來順受的人 對 然後我就很適合 然後就像石頭蝦一樣 然後躺完之後 好可愛喔 躺完之後他們公關來說 你們下面要附浴巾了 然後他這裡面還有 有喝幾種不同的吃 現在有一個牛奶池 這樣看有點像那個什麼 麻辣紅波的鍋底 分隔的那個 牛奶鍋 牛奶鍋 對 藥山清湯鍋 對 藥山清湯鍋 牛奶鍋 然後這個快鍋 那你都不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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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都不夠 那你不好這是冰的 沒有 而且他裡面有那個水煮 是嗎 就是有些地方可以讓你 有 有 有這邊也有 對 可以針對你的腳底 有一些那個舒緩的過用 是 你外面還有溜滑鐵耶 哇塞 你小朋友玩的 真的 你拿到這個溫泉會款 你又 你可以找到 一百個不用出去的理由 就只要待在這邊 對 一整天就好了 然後泡完之後休息一下 再來吃飯 對 超享受的 這是一個循環吃飽泡 吃飽泡 吃飽泡 真不愧是陽明山泡湯的首選 選擇真的太多了 除了室內的動態池 可以讓身體好好放鬆之外 戶外還有適合情侶的情人池 但這個我們來泡 好像有點怪怪的 我看我們還是去享受 醍醐灌點的大理石 十八池吧 泡了一整個晚上 真的好放鬆 好想睡 對啊 來去Check in Yeah 各位可以在YouTube頻道 看到我們 趕快去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面的訂閱鍵 給它按下去 你就可以對得起你的阿公阿嬤 還有你的老爺老咖了 沒錯 不只是這樣喔 如果你想要知道我們Check in 好康大方送的最新消息 得到我們專屬的神秘小禮物的話 記得訂閱後面的鈴鐺 要給它按下去喔 來… 按下去… 按下去… 按啦… 按啦…